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间开了个钟仔 等有新片出可以马上通知来 如果方便的话顶顶广告 先来报告一下新盘的消息 今天都有新盘展开新一轮的销售 就是汇德峰蓝田旗下的Coco Mane 日前也有跟大家说过 他加推了45伙单位 连之前的价单推出了98伙在今天卖 涉及的单位其实都是一房两房属于大众化的东西 接着发展商就異常低调 完全没有公布收票的情况 我认为都不会卖得好 可能卖三四成左右 谁知出来的效果比预期还要差 卖得一成左右 两点多的时间 有代理透露卖出了15伙 但是去到4点钟再更正 只是卖出11伙 如果职存太多货尾 又要想办法 之前的买家又可能要腾腾震 另外说回你昨天两单白石角的塔定个案 420尺的两房 都卖到差不多750万一间 除开来赤价都要17800多 而且是低层单位 会不会买家的信心太过爆棚呢? 这个口价买回来 三年后你要用什么价钱 卖出去才有盈利呢? 而且他是用五轨拍门 即开放式厨房的厅缩得很小 不是个个都懂得欣赏 而且附近又没有大型商场 不知何年何月才有铁路 近日运输署收到投诉 那区有几条削土要被迫停运 包括大埔新达港场 和沙田新城市港场 往返白石角路线 说他未获批准 如果一旦发生意外 保险是不会赔 首都堆穿墙事件 现在就继续发酵 引伸了一个比抗球效应更大的问题出来 就是我前两条片所说的开放式厨房问题 这件事大惡不得了 网传 太古城也出了个memo 开放式厨房设计 可能会违反相关消防条例 和建筑物条例 不说其他屋院 只是说太古城 起码也有二三千个单位 是做了开放式厨房 内闻说到 他说违反消防规例 可令到单位大厦保险单失效 相关火警的风险 所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可能不受保障 而有关业主 或者需要负责 因火警意外 而导致其单位或大厦的损失 而太古城住宅楼宇相关的设计 不能够配合开放式厨房 相关的法例和要求 开放式厨房应该要备有 烟墓探测系统和花灑系统 太古城的单位 所以厨房墙不应该拆设 而防火门也要保留 提醒业主在改变单位 厨房原积设计前 必须聘请建筑物条例 注册下的认可人士 作有关申请 以确保设计符合法例 2011年的消防条例 一出我都觉得有问题 他本身是打算用来监管 新楼的开放式厨房 但这些条文搞到无边无际 一直以来大众都有共同意识 就是开放式厨房 不用明火就可以了 如果以太古城为 你找什么工程师都无法做到符合要求 因为他要把烟墓头的探测器 拨到控制中 现在怎么解决了 我40年前已经改了 如果推算到火箭都不受 那银行的贷款如何 这条法例我觉得很含糊 其实是没有怎么执法的 说来说去都是针对新楼 但是搞出这样的牵缘大波 我相信消防署要出来解释一下 有时黑天鹅就是这样出来 楼市已经静过鬼了 我认为罪不扎众 最终应该都可以设计到 所以要在这里提醒一下网友 如果准备买楼的话 你自己又是开放式厨房 买家也觉得没问题 需要私底下写一张附件 不需要放在律师楼上 内容就这样写 买家知道这个单位作出有关的改动 纵使未符合规例 买家同意这些现状继续成交 即使正式买卖合约 未有上载上述的条款 条款仍然继续有效 最好就拍照 给买家签名 如果没有争拗的话 是不需要拿出来 这份是属于护身符 最怕买家用这个理由来踢契 一定可以踢契 连测量师学会都走出来搂油水 呼吁业主 如果想买楼之前 最好就拼请一个测量师 想去看看单位有没有问题才签约 另外根据东方的报道 二手楼交头比疫情高峰期 更淡静 十大蓝丑屋院的成交量 年跌三个月 跌幅进一步扩大 按月再错37% 综合市场资料 四月上述十大屋院 总共录到154宗买卖 但五月份的成交量 截至昨日为止 即30号 只录到97宗 暂时是2018年10月以来 创了四年半的新低 另外有个蓝丑指标屋院 根据美联代理所透露 沙田第一城预料会创历史有纪录 以来成交量的新低 另外再说一说 关于邓承波家族的消息 近日又拿了一男子物业 出售 包括位于轻业街1号 骆驼7中心传动 是一座七层高大单边物业 建筑面积有85,116平方尺 地下和一楼是餐厅 二楼至六楼是写字楼 面积介乎11,536尺 到13,168尺一层 已经获屋与柱批准改建为零售用途 传动物业大约市值11亿 另一项物业是开源道60至62号 骆驼7大厦一座二座和三座 商联地铺和各楼单位 总面积大约21,195尺 部分可以分拆出售 单位面积由1,192尺到3,057尺 市值大约到6亿8至7亿 两项加码大约18亿 现在委托高力代理放盘 另外家族又卖出的项目是 旺角度93号至99号 华贸王子大厦 地下4至5号铺 面积3,076尺 卖了1亿5千万 租客惠康 现时租金45万 回报率大约3厘6 波叔生前在2015年用了1亿5800万 在宏安买入 次科8年账面蝎了800万 幸好当时用买公司的形式买入 不需要给8.5%的离人 另一宗案件是关于地产代理的判刑 涉嫌向上司提供贵款 总共3万7千元 以获取促成两宗物业交易 因此被廉署起诉 被告是中原地产高级客户经理 现年31岁 他在案发市屯门一间分行任职 根据案情 两名客户在2018年1月和5月 分别买入两个屯门私人住宅 上述分行经理建议 报称被告为促成有关交易代理 中原期后就这两宗成交 向被告发放总共9万1千元佣金 他因应分行经理的要求 向对方提供两笔款项 总共3万7千元 原因是中原禁止经理向下属 索取或收取任何利益 违反了两个条例 最终被判刑70日 我都问了代理朋友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 他说简单说 就是经理自己做了生意 把数据就摆了在Agent 里 根据公司的规律 就不可以拿回 所以有很多地产界的top sales 是不愿意做经理 喜欢做sales 再来讲讲涉样个案 因为成交症 所以涉样个案都不多 第一间是西贡御花园 单号屋1234尺 卖了1490万 12000尺 业主2017年3月用了1543万买入 次货6年 账面蝎了53万 第二间是大埔南山 有间7座中层H 829尺 卖了866万 业主2019年用了910万买入 次货4年 账面蝎了44万 第三间是名赞实市 九龙和汉林苑 有间中层C室550尺 卖了898万 业主2013年用了878万买入 次货10年 账面赚了20万 扣买洗费是要到输30万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 和share 最后开了个小铃铛 如果方便的话 鼎鼎鼎广告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